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麥式音響的YouTube Channel 那如果那麼多集的Soundbar 這是我們終於回歸電視系列了 不同於去年的是說 在去年其實我們沒有開箱很多台的一個電視 但在今年我覺得也許我們做一個改變 就是三大品牌的每一台電視我們都去做開箱的分享 然後在每個品牌的各個階級之間去做一個選購指南 甚至最後我們可以針對不同的價位帶的需求 去做一個橫跨品牌之間的選購指南 這個是今年以及明年的年初我們所要做的一個目標 那說到今天我們所要介紹的主角 便是在我左手旁上方的這個Sony他們家最入門的一款電視 Sony的X80L 那同時在我左手邊的下方呢 這個是Sony他們家比較高階的日誌的系列 X90L給大家做一個視覺上的對比喔 當然相機翻拍的話 顏色肯定是看跟現場是不準的 但是有一個事情是相機比較可以缺點 就是在亮度的差異 也是可以比較感受的到的 好那這期呢 我會說他比較像是一個分享以及 算是簡單的介紹 並不算是一個評測為什麼呢 因為說到評測他就要有 有評有測嘛 那測試的話我覺得其實電視這個東西他測試起來你真的要 很認真的去做處理的話 其實他六七十萬的儀器的一些軟體啊 採購費用你是跑不掉的 那如果有這樣預算我會擺上一台Sony他們家 算是這個好萊塢導演御用的一個監視器 HX310或近期更新的版本叫HX310 將近100萬的監視器 就是去給大家做比較 如果有這個預算的話 我覺得大家 體驗一下這種 影像界的標杆也許 比我去買儀器做的一些測試來講 會有趣許多啦 那當然這期除了大概的介紹之外還有讓大家去 就是教大家說 如何去挑選你需求的電視 那以及這個X80L跟X5L 他們這兩款的一個差異 好那首先我們先簡單介紹一下X80L 在尺寸的部分呢 今年的X80L他從43吋 50吋 55吋 65吋 一直做到75吋他都有 那基本上應該尺寸上面來講就是最齊全的 然後他的外觀的部分呢 其實Sony他們家 做的就算是比較中規中矩 就不會像一些韓系品牌還會主打說 超薄的一個設計 那 這部分呢 就是給大家幾個特寫再去看他的一個外觀的設計 當然Sony有講到說他們今年的一個邊框 是不同於去年的X80K 是今年是有塑膠加金屬的一個融合啦 但是其實我覺得 以視覺上來講跟去年的X80K 其實差不了太多 那比較特別一提的是說今年的一個桌放腳架 就會是比較像去年的一個X90K的那種 算是T字型的腳架 那如果是 舊的X80K的話他的腳架就是 算是Y字型吧或V型可以這麼去形容 好那除了 腳架 然後邊框之外呢 還有什麼樣的差異呢 其實我覺得今年的 這個X80L他給我的視覺上的感受是亮度一開始體驗 是接近去年的X85K的 那順帶一提就是說如果你對於買新電視有興趣的朋友我都非常建議你 你每年的六七八月來到麥斯音響的門市看 為什麼呢 因為在這個時間點 因為新款的電視上市了嘛 像今年的L L系列上市 那同時呢 去年的K系列還有 就是他們都還有在做初清促銷 那有時候你就會看到說 像你同時可以看到X80K X80L 或X85L X85K他們去做一個 實機的去做對比 我覺得這樣子比起你 上網去查一些網路的一些亮度的參數來講啊 這個體驗是最深刻的 那這幾年其實Sony他們每年的一個更新產品 我覺得他的目標都是放在 以去年的高一階的自家產品來做一個基準 什麼意思呢 就是今年的X80L 我覺得他整體的視覺上 是接近於去年的X85K的 但亮度上我覺得差了那麼一點點 但對比上 現在新款X80L的價格以及去年的X85K 在初清的時候優惠 其實他們兩個價格帶可以說是非常的貼近 但 如果你有一些玩遊戲的功能 你還是要選擇 X85 就是X85這個系列 好 那其他的我們後面再跟大家細細的去講 那接著講到X80L他接孔的部分 本身呢4個HDMI接孔那其中一個是2.1的版本 那在現行階段可能會有人問說 這個X80L給一個HDMI的 這個2.1是什麼意思呢 其實這個的意義呢其實還在於說 你現在很多人他會外接Soundbar 那Soundbar的話他便需要 EARC的功能 必須要電視送完整的這個 杜比全景聲的音訊 去給Soundbar 所以其實這個孔呢你可以想成他就是去接你的一個 音響的 設備 那同時呢 有人會問說 儘管這個 X80L 他是只支援60幀的 什麼意思呢就是他每秒就是 只能跑 60張的畫面 那 也許玩遊戲的族群 你一聽到每秒60幀 4K60幀 你就會想跳過他 但是呢如果你接上他自家的 PS5的話他也是同時會有一些HDR的色調的對應 讓他接上PS5會比 同價位的其他機型來講 會是 相對來講會是比較好一些的 好 那我們剛剛講到他幀數的60幀嘛所以 相對來講你玩遊戲的人 很多玩遊戲的人他們為什麼會需要4K120幀 或是需要 240幀或甚至更高的幀數 因為 我必須要講就是你在玩射擊遊戲的時候那個畫面的晃動 跟你這個人物的瞄準準性要跟準敵人的時候 你的幀數是會影響你的這種視覺的感受是非常大的 但如果你說你只是簡單玩一些那種 RPG類型的遊戲啊或你是玩Switch啊 其實 60幀對你的 視覺的衝擊是相對來講 是沒有那麼大的 好那講完了Sony他的接口 那他的作業系統呢 跟去年一樣都是採用這個Google TV 其實Sony他們從 從前幾年Android TV轉成Google TV之後就一直穩定的使用到現在 那 他本身也是原來這個AirPlay 2 然後蘋果的HomeKit 所以你可以用你的 iPhone投影你的畫面 或者是用你的Google手機投射 用Comcast去投射你的畫面都是可以做到的 那同時你還可以就透過這個Apple Home的App 去做他的一些 指令的算是加減音量嗎 同時你用Google Home也可以做 算是一個全方位操控來講 算是很便利 那接著呢在講說 比較重點是說 Sony他們在 電視上面來講 像我們剛剛已經講了他的尺寸嘛 講了他的接孔 那講了他的一個稍微視覺上的感受之後 其實大家每年看Sony的宣傳文宣 都有很多的一個 事情搞不清楚 就是包含他的一個什麼 芯片啊 他的一個什麼技術啊 這樣子 那簡單來講 我給大家講一下Sony他們的 目前的算是這種 演算法的技術的幾個方向 那 當然 X80L他用上的這個 主芯片呢 是跟去年X80K一樣的這個 X1芯片 並沒有升級成跟他高階的 這個包含 X90L X95L一樣的 XR芯片 但是呢在算法上呢 Sony他們有強調這個 三個方向 其實不外乎就是這個 運動補針讓畫面更流暢 那第二個呢就是讓他這個 色域的算是 更加的廣闊 以及讓他 顯色更自然 那第三個呢就是針對這個 低畫質的一個影像 讓他去做一個升頻的運算 那他看起來呢會是 像是 高畫質的那種 片源會是更加的清晰 那首先呢我們先講這個 運動補針的一個技術 在Sony的X80L上面他們用上的是一個 Motion Flow 其實這個東西在Sony 20...我記得2013年以來就一直有這個東西了吧 那這個Motion Flow呢其實 我跟大家講一下 一般的 為什麼我們會需要運動補針呢 就是你會說 那個 我看都沒有什麼感覺 我看那種YouTube啊 那種60針或什麼都沒有什麼感覺 但有時候 像我看習慣60針畫面的人 我去看一些電影是30針或24針 或我看一些棒球比賽 那種籃球比賽 我會覺得有點不適應 那這個時候呢 一般的補針的方式還有做幾種 那一種就是說他去補黑針 什麼叫補黑針呢 就是在你手 假如現在手移動 左右移動一直左右移動 你就會覺得中間會糊糊的嘛 還有那個因為視覺殘留的關係 你會看到模糊的狀態 但是在你手 移動到下一個點的時候 他在這兩針中間 他去加入一個黑針的畫面 像你的畫面看起來就會比較 銳利比較清晰 但這樣做呢會有一個缺點就是他會降低 畫面的一個亮度 那這個跟 PWM調光的原理 其實有點像 那 以這種入門電視來講 他本來的亮度就已經屬於不高了 你再把他變暗 那基本上看起來就會很悲劇 所以Sony呢 他們這個算法呢 算是另外一種類型 就是在講說 他在真與真之間呢 再去插入一個 經由他演算的一個 自然的畫面 所以讓你看起來這個畫面在 變得更流暢的同時呢 也會沒有副作用的出現 那這聽起來很神奇喔 實際的應用場景 什麼會用得到呢 我覺得其實很多 因為像你現在看 YouTube的一個影像 大部分主流還是一個30幀的錄製 那同時呢你在看一些 電影也會用上 假如說 像那個捍衛戰士 我覺得阿昌哥他那個 真的是 態度很好 像那個戰鬥機很多的畫面 你戰鬥機你在飛的時候 他基本上有兩種情況會非常讓 那個運動補真去補的自然 第一個就是你戰鬥機很快速的移動 那你方向又會隨機亂跑 所以其實那個運動補真他隨時補不好 都會有一些怪怪的 色塊或者是那種 奇怪的影像出現了 那第二個就在於說 你戰鬥機在飛的時候 其實你的尾翼的部分 他會因為引擎的熱能 產生類似像你在沙漠看到的這種 讓空氣變得扭曲 畫面變得扭曲 那種光澤色的一個奇怪的現象 那這個對於運動補真來講 就是 你在快速移動加上這個現象的時候 我覺得也是不好出力的 但是在Sony不管是他的系列的電視上面 我覺得這個 運動補真 這個做起來還是不一樣 當然要特別講一下說 X80L他跟X8WL 還有X90L 他們所用的運動補真的技術又是不一樣的 當然 入門的電視用的就是 會是比較基礎的技術 好 那接著這個色域增加以及他顯色更自然呢 你看到Sony的文宣上面他應該會講說這是一個叫做 Triluminous的一個技術 那可能很多的 其實我常常被問到人事銷售很多客人都會問說 你看那個 什麼 韓國品牌啊 他就有什麼 QLED 那這個Sony為什麼感覺從 X80L X8WL X90L 都沒有講說他是 有什麼特別的 其實我以前我都沒有 針對這個Triluminous 去看一些文宣的資料 就是我就覺得這就是他的演算法的一個宣傳 那直到這幾天我在查資料的時候發現 其實從2013年的CES展 Sony就一直在講說Triluminous他的一些相關的技術的細節 其實簡單來講 他的這個 技術呢 也是用上了Quantum Dot 量子點的技術 只是他講說 用上了量子點的技術之後你的 那在上期的X80也有講到說 這個Triluminous的技術 他有用到量子點 這個科技 但其實後來我有在查了一些相關的資料之後 發現其實這個搶法是 是錯的 應該說 在早期的支援這個Triluminous的部分 Sony 型號上面 他的確是用上了量子點 然後用上了量子點模 去改善這個廣色域的一個 表現 但是呢 到了近期的Sony電視來講 他其實大部分的努力方向呢 是在改善這個 背光模組當中 LED燈的一個 螢光粉 因為你色域增加之後你怎麼樣 顏色的顯示會更加的自然 這自然就是 Sony他們家的 拿手把戲 因為他們講說他們有做攝影機啊 他們拍過很多的電影啊 所以其實他們有很多的一個資料庫 然後他們的演算法可以做起來 讓電視顯色比較自然 那當然這個自然不自然 就是消費者會去定義他的啦 所以 大家再不用擔心說 你買Sony電視 常常有很多人說他什麼特點都沒有 其實這個Triluminous 一個技術 相對來講他就是一個 QLED的技術 但是Sony他不喜歡 說他跟人家是用什麼 一樣的東西 他都要跟人家 自成一家 Sony他們的一種 算是 日本職人的一個 骨氣吧 這樣子 那講完這個Triluminous 的一個技術之後我們剛剛講說還有運動不增 他的色域擴增 那第三個叫做這個 算是深屏的一個演算 這個Sony上面他們叫做 X-Reality Pro 這個東西呢其實他是針對很多的一個 像你現在很多人他會看一個串流的影片 那你在看串流影片的時候最大的問題就是在講說 很多時候其實 像Netflix 像他們的Disney Plus 或YouTube 他們的影像的來源 並不像 藍光片那樣子的馬率那麼高 可能也許 Netflix就是15Mbps 到25Mbps就已經很高了 那一般藍光片有時候甚至跑到 70-80Mbps都是常有的事情 但這個時候呢 Sony他們就有一個 晶片去做運算 那你可以看一些比較差的 假如你看YouTube 他顯示起來 會比較 逼近 像藍光片 當然這個是理論 但實際上他會有所改善 那他會改善一些像是 除了 畫素你會覺得變比較 畫質變比較銳利比較綿密之外 你在假如說有些夜晚的那種雜訊場景的表現 Sony還會針對這些方面去做改善 所以簡單講其實消費性市場 他並不是說 喔 就是為什麼生平這個功能會很需要 其實 這就像我剛剛講的很多人其實他不會看藍光片 那Sony其實他有推出一個自家的叫做Bravia Core的功能就是 如果你是Sony影業的電影他就會 過一陣子之後把他丟上這個串流平台讓你去看免費的一個高畫質媲美藍光 藍光等級的一個電影 但坦白講Sony影業拍的又很少除了蜘蛛人 你大概其他你講不出來 或是猛毒 那你常常看的 像Netflix什麼常常看 很多人常看 那他畫質又不高 但是你現在的硬體 大家規格一直越做越高 顯示的能力越做越好 那這個時候 也許生平功能 或是一些畫質補強功能 他就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其實我們講完了呢 這三個Sony他的主軸一個演算法的技術之後 我覺得接下來我們就播放一段這個 我覺得運動補針一定要讓大家看一下這個捍衛戰士戰機在飛的時候 Sony他們的一個畫面 X80L的一個展現 我們就讓大家來看幾個片段吧 Where the hell is this guy He's on our nose Damn it We're out of ammo Smoke in the air Roost your flares That was close We're out of flares,Mav Shit,He's already on us We can't take much more of this We can't outrun this guy,We got to eject What?We need altitude Pull the ejection handles the second I tell you Mav,Wage Rooster,There's no other way Eject,Eject,Eject Eject Rooster,Pull the handle,Eject Eject It's not working It's not working Buff! I'm sorry I'm sorry guys No,I'm sorry E mas X80 好那我們剛剛看完了這個X80 他的一些運動的片段之後 現在就算是要來做一個結尾了啦 首先就是 大家一定常常會遇到的疑問就是說 像我現在我在播放一些 DEMO的牆上有播放一些DEMO的影片 其實大家會覺得說 怎麼奇怪 DEMO的影片很好看 那在家裡面看的時候 都感覺還好這樣子 那我強烈的建議大家就是說 其實你在去選購電視的時候 你要先準備一些你習慣 或者是你常常看很常比較的一些 你覺得色彩好的一些片段 那其實電視他不外乎就是看幾個部分啦 我覺得第一個就是看亮度 那看亮度這個東西就是 你可以找一些那種阿里山日出啊 或者是以電影來講的話 我覺得 呃... 西線無戰士他有一些場景是晚上 然後會那種燈火啊 或一些槍炮彈藥的場景啊 或者是他有幾個場景是他在暗處 然後去開門的時候 那種逆光的時候 大逆光 太陽光從外面照射進來 我都覺得這算是一個非常好的 呃...亮度偵測的一個表現喔 那第二個當然就是去看暗部的表現啦 看暗部表現的話 我這邊近期推薦的話 就是像黑暗榮耀的第二集 女主角他有一幕是他在這個 算是海邊 河邊吧 然後有城市的晚上的夜景啊 有橋啊 有晚上這個水的波浪啊 然後女主角他會去 脫一些他手上的 呃...衣服的 算是袖子啊 什麼的外套啊 那這個時候你就可以去看他 在那麼暗的場景之下 他的一些衣服的紋理或肌膚的紋理 你能不能看得清楚 就這個場景 我覺得本身對電視暗處的考驗 是還蠻大的這樣子 所以看亮度看暗度之後 那就是看色彩的表現 看色彩的表現的話 我反而建議大家說 你可以拿一些 呃...像是動畫類型的電影 像當然近期 可能瑪利歐賽車這個 還沒有上到Netflix裡面 但是我覺得你拿一些動畫 像鬼滅之刃啊什麼的 你都去看都是非常適合的 因為其實動畫他才是 你真正拍的時候 其實很多顏色 你現實世界不太好拍的 那麼的鮮豔 但是你在動畫裡面 你是可以隨意的去 創造你想要的顏色的 那如果你真的要挑一些顏色 比較濃烈比較強烈的電影的話 也許最近我有在看 《銀翼殺手》的這個 第二集的一個再版 那由萊安雷諾所演的 它裡面有幾個場景 的確在顏色上 不管是黃色 或者是一些 粉紅紫色的那種 感受上也是非常強烈的 當然它最後一段 那個暗夜的飛車追逐 我覺得同樣對暗部的表現 也是很考驗 所以呢 就是重點就是說 大家要挑選一些 你所熟悉的片段 那我覺得你對比 你可以拿你手邊的iPad 你可以拿你手邊的這個 手機螢幕去做一個參考 那有了參考之後 你再去看電視 或幾台電視的對比 你才知道說 哪一台是你比較喜歡的 或是它們的優點缺點在哪裡 好 那第二個要講說 就是說我們剛剛 跟大家講說 你要怎麼去挑電視 那今年的X80L 可能就有人問說 X80L跟它高階的X85L 你怎麼做挑選 因為通常你買X80L 你比較不會去跟X90L X95L去做對比 如果說X80L跟X85L 最大的差異的話 我覺得在亮度上 當然X85L它還是略勝一籌 它稍微亮一點點 然後呢 但是在暗部表現的部分 我覺得X80L跟X85L 其實差不多 但是其實最大的一個差異 還在於說 X85L它支援一個 4K 120幀的顯示的一個面板 那基本上你如果是玩射擊遊戲 或喜歡玩那種運動賽車遊戲的人 這短短的60幀到120幀的差距 就可以說是這個天堂與地獄的差別 就如果你是很喜歡玩那種 就是競技類型的遊戲啊 射擊類的遊戲啊 基本上你一定要多花一點錢 去買到這個X85L 但如果你只是一些輕度的遊戲 假如說Squitch或是RPG類型的遊戲 加上你大部分都是一個看電影的觀賞的模式 那我建議你說其實如果預算不高的話 是可以選擇X80L的 那當然X80L它與高階的X90L X85L 在亮度上有本質上非常大的差異 但是如果你採光把它弄暗一點 在類似暗房的場景看 我覺得那個整個景色的感受 還是非常不錯的 好這次的X80L的開箱就到這邊結束了 那接著我們會慢慢的陸續補上Sony 他們家其他系列的一個開箱喔 那喜歡我們的朋友的話 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 那之後呢 我們就陸陸續續的為大家補上影片囉 我是Alan 這次的節目就到這邊 我們下次見 掰掰 下集小 ещё 她請問了 記得按讚喔 我嗎 這次的節目 最近